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先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六号位的大忠臣 那么主控选择了喜欢那种变来变去的大作词 那么仙人之力应该不会被做得很惨 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了一个能给这种仙人吸引一点火力的戒皇爱 那么我们主要看仙人是直接被一轮游呢 还是我们直接啪啪啪啪,能打出一波成敦的伤害 因为我们起手的手牌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个两个铁锁,估计如果这个两个铁锁,然后我们连绑四个反贼 然后再一个9火杀上去,那应该就是这个成灯或者是爆炸式的输出 好的,那么这个左持起手开一个难门 那么我们也没办法,这个我们确实手里没有啥 然后我们说实话,我们一滴血的价值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哪怕啊,除非我们手里有红杀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是,除非我们真的是没杀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也是不舍得卖的啊,不舍得卖的 那么这个Brother春的话,想给我们拿一支神助攻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那个啊 好的,那么你看别看Brother春去起手杀流风啊 哎,他如果是,我们不管Brother春了,他如果是忠诚啊,无所谓 那他如果是反贼的话,我们肯定要干他 那看他的样子啊,反贼属性应该是比较高的 应该,因为像这种卖血流的主攻,你春哥选出来啊 春哥选出来就是那种找打的,找打类型的反贼啊 好的,那么我们不管他了,那他如果是忠诚,无所谓 能跟我们进行配合,那如果是反贼,我们就打死他,我们就打死他 好的,铁锁连环啊,铁锁连舟而行,动物水是可破 这个好像我们有一点浪费了一张铁锁啊,但是没关系,但是没关系啊 好的,那么我们主持讲玩家的话,去拿逆去削他的这个流风的,拿去削这个流风的逆啊 因为流风他本身扒的是两张红色的逆,但是我们拿这个逆去削他啊 那么这个我们对其使用杀啊,那么这个杀是无色啊,没有颜色,没有点数的,所以说啊 所以说,即使我们拿两张红色的牌去用去削他啊,红色的逆去削他啊,也是无色杀 那么流风啊,他该有伞出伞啊,该吃桃子吃桃子啊,当然我们这个贫不不了他吃桃子的权利的啊 好的,那么这个Brother春的话应该确实是一个反贼啊,但是他这个Brother春这个家伙不知道在干什么鬼啊 因为他是反贼的话,他为什么不去干主公,反而去盯着这个反贼方的流风打啊 那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就不得而知,反正我们就不去管他了,我们就不去管他了 那么确实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主公现在已经被打成这样子了 而且他刚刚是九师,九师翻面,然后他回合外的是洛英啊,那他如果回合外还化身这个九师的话,他刚刚受到伤害啊 除了马超杀他之外,他受到任何伤害是可以翻过来的啊,所以说啊,这个稍微有一点失策了 但是我们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获得了胜利啊,那么这个Brother春是内奸啊,那内奸的话,那就好打了啊 当然他内奸已经阵亡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贾大爷,因为这个贾大爷是一个老的贾大爷,因为他虽然是个胃的,但是他还是那个淋包的那个贾大爷 所以说啊,那么投过了贾大爷的玩杀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就获得胜利啊,直接获得胜利,好的,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这个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因为我们第一把赢了嘛,我们后面的几把拖一个好彩头,那么我们开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啊 好的,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大忠诚啊 那么这次的话,主攻选择了全阔第一年轻神将,我们的借高迪斯路啊,不是高迪斯路,是借高迪斯路啊,我们的借陆逊啊,陆神将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啊 好的,那么我们选择了一个小猪梗亮,那么我们这个卧龙猪梗亮其实和陆神啊,其实是有一定的配合的,什么配合啊 那就是火烧连营啊,那就是火烧连营,我们火攻烧他,然后陆神千讯连营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千讯去掉 那就是简单一点啊,简单粗暴,那就是火烧连营800里 那么好事啊,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历史上这个怡灵之战啊,这个火烧连营800里就是陆逊这个家伙搞出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还是蛮符合历史原著的啊,好的,那么我们先把陆神的铁索先解谍啊,来表明一下我们是一个大忠诚的嘛 我们看陆神这个家伙,这个领不领我们的琴啊,看来他是领我们琴的,他明白啊,他明白我们是一个大忠诚 但是我们说实话啊,我们起手,就这样火攻啊,这个说实话啊,我们因为单解铁索还看不出来啊 这个陆,我们莫龙猪梁是好是坏,但是如果我们第二下没有表明身份再去火攻他的话啊,这个很难让陆神相信 所以说啊,我们刚刚应该是单解铁索,然后挂刀去杀一刀其他人啊,因为如果啊,我们要杀啊,我们是一个金双骨剑,如果我们要杀你啊,我们觉得轻而易解的就够得到你了 但是我们没有杀你,所以说啊,我们表明了啊,我们是一个大好赢啊,哪怕我们是内奸啊,我们也是一个大好赢 这个,我们虽然大好赢的身份跳出来了,这个可惜我们也裸奔了,但是 我们能不能找个机会和这个陆神啊,再来弄一波配合,来搞一点牌啊,我们再来火烧一下啊,好的 天下大人忘失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他是,这黄元英是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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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婚啊,成婚,那么成婚这个家伙应该能给我们打出成敦啊,因为成婚就是成敦 啊,这个,跟绕口令一样,跟绕口令一样,这个,你,这个,再说一遍啊,说得清楚一点啊 成婚就是成敦,成敦就是成婚啊,所以说,这两个家伙啊,实际上一个是成婚啊,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成敦的伤害啊,一个是成敦的伤害啊,一个是成敦的伤害 所以说,这个,有可能啊,在不出未来的某一天啊,有可能会出到成敦这个武将啊,那就是,真的就是成敦要打成敦的伤害啊,那就更绕口了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储备了一波牌啊,那么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缺什么,只缺红色手牌啊,因为我们的伙计要烧人家屁股啊,我们要烧人家屁股,何况啊,场上又有,这个 这个,铁锁连环,我们为何不好好的用一下,是不是啊,所以说啊,那么这个秦密他去火攻成婚啊,成婚,然后,这个,不知道秦密这个,玩家啊,这个,了不了解这个,基本概念,按照当前玩家的逆时针结算,他以为是这个,先烧,当然他目标是成婚啊,以为是,我们恶龙诸葛亮先要受到伤害,然后最后才受到他,但是不是啊,按照, 当前回合的逆时针结算,那么当前回合是,秦密,然后是,因为你目标是成婚嘛,然后他啊,他先受到火焰伤害啊,又受到霍连,然后是你,然后最后是我们啊,最后是我们,所以说这也千万不要搞错啊,好的,包括这个,什么改叛呢,或者是,有什么,这个闪电,冰凉寸断,乐不思俗啊, 有些倒霉吹物件确实比较倒霉吹啊,因为,比如说,啊,有了这个闪电,冰,乐都有了,那,判定的顺序怎么判,当然啊,是,他会标注一二三啊,我们online上会标注一二三,我们肯定是,按照这个,后来的先判,比如说,闪电你是后来的,那是先判闪电, 然后再判啊,中间的,再判第一个,比如说,你的,判定驱动盘是闪电啊,最后一个是闪电啊,第二个是冰凉刺断,第一个是乐不思俗,那就是先判闪电,再判冰,最后才判乐啊,所以说这个冰,这个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好的,那么现在场上啊,被我们废大废话一,一大篇啊,这个不知不觉啊,四个盘这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只剩下,我们和雪, 徐树,那么,因为我们把黄岩英干掉了,而且徐树啊,单论徐树这个武将啊,徐树是不适合当内奸的,而且啊,那么你陆神杀我们,我们也没叛八卦啊,我们也没叛八卦,所以说,这个,你徐树确确确实是一个大内奸啊,那么我们,你徐树,你虽然有藤甲,不吃我们火迹的伤害,但是,你怕不怕这把扇子,当然你肯定怕,你逃, 逃,逃得了初一啊,你肯定逃不了十五啊,好的,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那么最后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六号位的大内奸啊,那么主攻选择了这个比较耐打的阿笨啊,我们终于,三把里面终于看到了一个主流主攻了啊,好的,阿笨毕竟出场率比较高,然后又比较耐揍,那么我们选择了一个, 嗯,并不是很起眼的曹仁啊,因为这个曹仁,虽然啊,我们 改了也有点时间,但是刚改的时候啊,选的人很多,但是 好像时间长了啊,这个玩家啊,也就默默的就这个,把他给淡忘了啊,好的,那么既然淡忘的话,你们越是瞧不起我啊,那我就做, 你们越是瞧不起我,我就越做一点啊,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啊,好的,那么这个雇佣的话,他是一个大反贼啊,我们不管他顺孙笨还是什么,他最后没有大竹筋给孙笨,那他就是反贼,那么左慈反正是盯着这个竹筋搭啊,看一下他是反,他是忠臣,那么大乔的话,火功也没有乐,他可能手里没有方块啊,好的,他是一个大反贼啊,大乔是反贼,你王级不够, 不去打民反,就打下一家的未知身份朝人啊,那你应该就是,不就是一个大反贼啊,好的,虽然香的话,他是一个大忠臣,那么贴边位的流氓云啊,又是大反贼咯,这个看来啊,我们还是挺坐拥,这个经典剧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动手啊,说的话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剩下的一反一中的话,我们猜一下,运小的话,直接猜中,但是我们 我们也没有去动手让香啊,也没有去动赵云,因为啊,哪怕手让香是忠臣,他能给我们吸引火力啊,因为有些玩家啊,是比较愁,手让香的啊,因为手让香如果不是跟自己一对的话,肯定是,啊,非常愁这种,像话陀呀,手让香啊,啊,当然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是这样子,你手让香不是跟我一对啊,除非我干不到你啊, 我只要干得到你,我肯定会把你手让香往死里的揍,何况是,无手让香,甚至是鼠香啊,我也是特别,特别愁啊,只要不跟我一对,我肯定会揍啊,这个,毋庸置疑的啊,奶妈不死,还怎么玩,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也不用去打手让香啊,你手让香,哪怕是反贼,哪怕是忠臣,都不用我,朝人,亲自动手,为什么, 因为,这个,肯定会有人来帮我收拾你的啊,包括反贼方的一些辅助,比如说,雇佣啊,他轮得到我们收拾吗,你看,身份和佐词啊,已经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他们两个会,这个,拼了命的干雇佣,那么,手让香的话,那就是,赵云啊,会拼了命的干他,因为赵云正好逮,正好逮住他嘛,是不是啊,那,能逮他, 能逮到他,不逮,白不逮,因为身份的话,起手又不好打,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赵云的话,那只能逮随上香了呗,是不是啊,好的,坚守此地啊,那么我们,该,捣乱的时候,捣乱一下啊,该收藏的时候,收藏一下,是不是啊,我们只要别太过分啊,不要,只要别皮啊,因为一皮的话啊,可能会有一些人啊,会来干我们,但是我们只要不皮啊,问题是不大的啊,问题是不大的, 你看,场上,四二香和,雇佣啊,帮我们吸引了多少火力,那么我们只要别太过分,或者我,或者我刚刚说了,只要不皮啊,这个,他们越看不起我啊,那我就,那我就更加喜欢了,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毕竟啊,巨手能存得住牌啊,包括我们这个,还能空一波长啊,包括能空一波长,包括我们,巨手啊,从反面翻回正面啊,我们只要七张牌, 可以挪场上的任何一张牌啊,包括潘顶区的牌啊,那么刚刚起手,孙笨啊,或者四上香啊,他们好像被热了嘛,因为我们毕竟啊,我们说了,我们不要太皮啊,这个大乔,他该热谁,那就热谁,我们没必要去,这个,去破坏他热的目标,因为我们一来,我们是内奸,二来的话, 我们如果跳的那么钟的话啊,我们跳的那么钟,去,让反贼啊,让反贼的热,反贼贴的热啊,我们去挪给反贼,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成为反贼的宙视之地,那么主攻的话,只要他状态很好啊,被热一下,就被热一下了,这种都是无关大雅的事情是不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挪一挪啊, 我们哪个武器比较喜欢,或者哪个盾,或者哪匹马,我们比较喜欢,我们挪挪,比如说,王鸡的嘉义马,说实话,我们是比较喜欢的,当然我们没有去挪他,因为,挪他的嘉义马,没意思啊,因为他旗帜一下,容易把这个马挪了啊,所以说啊,我们也没去弄动他,因为这个马啊,这个放在他那边啊,他也跑不掉啊,他也跑不掉,我们想拿啊,谁是谁的啊,轻而易举的,就一挪,所以说啊,让, 他们啊,来起手来,这个,去,去搞一波啊,那么这个,赵云啊,他逮不到摄像箱,那就去逮生闷了,那告诉你生闷不是那么好逮的啊,那么这个,既然啊,都医学了,那么我们,有机会的话啊,我们去,把赵云收了,或者说是,把摄像啊,来控一波,因为摄像这个家伙已经,觉醒了啊,已经觉醒了,那么又配合上, 左辞的这个,他左辞是能给他化身,名策啊,名笨啊,他能给装备排的,那么孙上香这个家伙一旦觉醒之后啊,这个获得装备,我们还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说啊,这个我们,是时候啊,要控一波孙上香,那么这个孙上香的话,没打算去诬陷他的乐啊,没打算去诬陷他的乐,那么他这个乐添过,那, 不关我们的事啊,就是排队上他添过的,所以说啊,赵云啊,你该觉醒啊,不是说,该死的时候要死啊,该送孙闷觉醒的时候要送孙闷觉醒,但是你说实话,也没必要去砍孙闷了,因为如果 孙闷对你砍成凉血,很容易会被左辞去送一波觉醒,所以说,赵云他那一波 做法是对的,那么当然,他被 上香和左辞围殴死啊,那,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 你一个武将再强啊,你一个武将再强,你围 啊,抵挡不了啊,两个,甚至是三个武将的围攻,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乐不四叔啊 嗯,肯定是要挪给上香的,因为上香这个家伙 一来啊,他装备差不多快齐了 那么肯定不能让他动,因为一动的话啊,这个场上啊,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因为他哼哼啊,或者说什么,双剑花桥不让须眉啊,万一过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牌啊,对于我们的局势是很不妙的啊,对于我们的局势是很不妙的,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顺手牵羊来摄影波王姬,又有一个铁索连环 那么我们有火杀的话,肯定是要先来打一波输出,然后再开这个神蓝蛮 那么这个神蓝蛮,就是我们靠巨手来 搞到,然后弄一波神蓝蛮,那么这个蓝蛮下去,既打死忠诚,又打死反贼 那么我们说实话啊,这个王姬是不是很可怕的,那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佐茨要给干翻啊 因为佐茨毕竟他有个成功啊,毕竟有个助攻的武将,那么王姬放在他那儿啊 他只要排不多啊,只要排不多啊,或者说他排不多啊,或者说排多的情况下,没有助个连弩啊 这种,他翻不了多少天,所以说啊,这个王姬放在他那儿啊,他也不会跑啊,那么铁索连环 那么我们拿一波火弓,再来一个九杀下去,我们要强杀他的啊,我们肯定要强杀他的 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啊,为了让王姬死的透一点,那么这个南蛮肯定是要开的 那么开了南蛮之后的话,那么孙笨也觉醒了,那没办法了呀,这个决斗硬砸都要砸出去 那我们就看,孙笨有没有九杀,那么没有九杀,他就算我们不砸,那他肯定也要觉醒 那么我们砸了,他如果有九杀,那也要觉醒,那与其这样子啊,我们还不如放手一搏嘛,是不是 好的,那么至少我们还搏赢了,哪怕刚刚这个决斗啊,没有决斗出去,孙笨觉醒,他摸一,让我们摸一丢三 那这个决斗不保,但是我们应该是有能啊,就是拖啊,应该也能把他拖死的啊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好的,那么结束之前啊,也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视频的这个结束之后的小彩蛋,有个投稿邮箱啊,希望广大的玩家啊,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